会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跟网页上面跟资料库做串联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看到的结果可以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里面的话有哪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其实概念不困难 就长这样子 长这样子的话 很困难 其实基本上就那个概念 那概念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分三阶段 三阶层也可以 第一个阶层就是最外面一定是一个table 它的结构一定是最大的外面这个 叫table 横向的是一列 叫tr 里面叫td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写的好多种方法 大家要想说哪一种方法最好记 而且最不容易错 所以我的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 如果是table的话是放在4i的外面 它是比较外面 然后4i跟4j中间就放tr 最里面的话是放td 这样就ok了 那一定会有个头一个尾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现在我的写法还蛮好记的 而且真的也不容易错 分享给各位 这个是十年磨一件出来 终于磨出来的东西 所以外面 特别注意 4回圈外面用table 反正所有table相关的都放在这里 然后最外面还有一个反斜线table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概念是这样 这边到这边 有没有4回圈的外面这一层 放table 然后呢 这一层有没有 到哪里呢 到这一层 外面这个回圈 跟里面这个回圈是什么 这一层有没有 就是这个4回圈 这个4回圈的外面 就是这个 这个是TR 串一个TR 最后一定会有个反斜线TR 里面的话呢 就是开头的地方 就给它一个TD 后面就给它一个TD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三个阶层 因为这个其实阶层概念很强烈 table TR TD 应该可以看懂吧 反正你就照着这样写 真的就完全正确了 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看有同学有写 但可能写的里里拉拉有可能 还要做很多判断 不用嘛 就这样写 好 应该没问题吧 看得懂吧 应该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我只有把刚刚的东西 补一个开头是Table 再回圈的外面 再补一个结束的那个table 在4回圈中间加个TR 在4回圈结束的地方 就是内回圈结束的地方加个TR 里面 输出这个地方就TD开头 TD结束 它就自动帮我把东西放到里面 OK 输出的话 结果就应该会是正确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输出就长这样子 至于如果你要自动的话 你不会你自己再去用Dreamweaver 把那个标签找到 再来的话就怎么样 我希望呢 只要是 这个中间 只要是5的地方 假设我要希望把这个 这一列 应该是这一栏 这一栏呢 把它换成黄色的底色好了 不用弄我复杂了 黄色的底色 怎么做呢 当然你第一个 你要找出它的逻辑 它逻辑是什么 哪个值等于多少呢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回圈里面的哪个值 同学有讲到 是什么 J J如果等于5的话 那就帮我涂颜色 涂颜色 涂颜色 底色是 假设是黄色 那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 把那个 那个黄色的部分 出标格变黄色的程式找到呢 其实 只要想到那个 网页的部分 就交给Dreamweaver Dreamweaver配涂颜色 怎么涂哦 很简单哦 假设你我随便找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只是要那个标签 对所以 你就怎么样 一找到某一个储存格 二呢 请你找到什么呢 游标放进去嘛 对 记得下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储存格 这个位置 对不对 背景颜色 我要变更的话 把这个颜色变更 成不是预设就好了 应该可以找到 这应该够轻 这边的话把它改成黄的 那黄的话实际上就是红配绿 它一定是16进位置的 这两个是红的 RGB 然后16乘16也是256 所以跟VBA那个蛮像 0到255 差不多一式 所以如果红配绿 就黄色 红的加绿的全部 然后呢 参起来就黄的 那只是那个标签 我们要的话 你就选它一下 注意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一行叙述 这个做完之后 有没有 请看哦 这边多了一个什么 backColor等于 这个东西 放在哪里呢 放在TD的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 这就OK了 所以你接下来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会写 没关系 你就先做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跟逻辑判断 串在一起 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有 黄色了 不过这是HTM 我觉得这个 箱口里面最难的 就是两边都要绘 两边只绘一半也不行 OK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放过去 把它切过来 看看 这边呢 切到这边来之后 有没有 这里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怎么逻辑判断呢 一样嘛 Enter它 If J等于5的话 改一下 那反之就不改 好 先不要讲 先把这个先搞定好了 有话再讲下去 有些人就 这部分没做出来 后面要做出来更困难 可以记得了吗 画面先黄点注意一下